国立东华大学举行谢新任校长的交接典礼 在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次长的尖交下 第九任校长徐辉明教授从谢任校长赵涵解手中接下了硬信 将带领东华大学持续前进 在123自由日这一天卸下校长一职 赵涵解校长表示自己自由了 回顾过去八年东华大学校长任期 他表示最爱的成就就是骄傲 就是带领东华大学更加国际化 完成艺术学院的工程 并且在校内打造群人的景点 也因此从赵校长所踪接过硬信 学问名校长表示压力相当的大 尤其面临援军的高教竞争以及挑战 他表示他所爱的目标就是让东华大学发挥国立学校的优势 在校创新以及学书上更加卓业精进 我一定会在一任期内 我会尽力让我自校的一面 在各位师生的努力 大家一起共同的打电之下 像第一任校长的一面 往前推 继续往前走 这是我承认 这是我天成的第一经历 第二件事情是 我特别要向各位报告 就是说我的家庭是一般家庭 学进去背景非常的普通 那今天我有这个机会担任校长 国立同华大学在东华 我们绝对是所需时的大学 因为这个机会 我觉得除了我要感谢国家 对我们非常适应的严重的环境 让我们这样的到这样出身背景 有这个机会我们靠着能力 让我们能任何来担任校长的实物自外 我也深深的强烈的感受 这种做到太多的助力 太多的方法 学问校长表示 为冯甲大学图目系学士 美国曼菲斯州立大学图目系 朔博士专任东华大学教授 兼任东华大学副校长 总务长 过去承认过 国立宜兰大学工学院院长得知物 记者九云首 我想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